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 先來看螢幕怎麼抓 因為螢幕上的畫面我們難免都會有需要抓下來 那如果你要抓的話 像剛剛這個是不是會在這裡 在右下角這邊 對不對在這邊 那各位要老師要注意一下 如果您的電腦是Windows 7以上的 那要留意一下它不見得會停留在這裡 因為Windows 7以後 我們如果SP的話 你如果有常駐軟體 是不是都會一直出現在這邊 對不對 可是Windows 7以後 它會把你不常用的會自動收起來 那怎麼辦 在這裡 您看一下 這裡是有三角形 按一下 有的你會跑到這裡面來 你直接在這個按一下自訂 按一下自訂 好 那這個時候會進到這樣的畫面 你看哪一個 你覺得就是 因為如果我要抓螢幕 我要點開再進來 是比較多一個動作 所以 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把它設為所謂的這三個 你看 預設是隱藏圖示體通知 你把你要的就設為顯示圖示 就會顯示在右下角 好 就你覺得比較重要的 常常用的 我就把它顯示在那邊 這樣子 這樣OK的 所以如果說 你發現說 你待會怎麼突然不見了 它就是被藏起來了 你去把這個地方設定一下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畫面上沒有那個 嗯 那是Windows 7以上 對 Windows 7以上的 SP的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三角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怎麼抓 你如果要抓螢幕上的畫面 假設我可能現在要看這一塊好了 好 你就把它捲到你要的地方 你看一下 按左邊右肩 右邊都可以 因為都是中文的 所以OK 它的功能其實還蠻多 那我想我們主要是用它螢幕擷取 這邊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這幾個 這麼多 那大多數我們最常用的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局部的畫面而已 我們不見得都是要全部畫面 因為以前大家會用全部畫面都是抓完 然後到Word裡面啊 或者剪包裡面 然後這就是做什麼 裁切 對不對 比如像你要的 但是這樣有點太麻煩 所以你看我把它變矩形區 按一下 好這個時候 游標有沒有變十字的 好 你就用拖曳也好 或者點一下都沒關係 假設我要的是這一塊 點一下放開 拉動的時候呢 你就拉動到你要的區域 好拖曳也可以 右下角那邊會有一個數字有沒有 這就是你現在畫面的大小 假設我到這邊 好的 就點一下 有沒有抓起來了 好我現在抓好之後 那如果你有需要做說明的 因為其實有些是我們 老師可能會在Word裡面 或者Office裡面 用過那個叫做 繪圖工具有沒有 你可能去做標示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繪圖工具 這裡也有 其實如果老師用過Windows7以後的那個小畫家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SP的小畫家比較遜對不對 就是功能比較少 但是在Windows7以上的小畫家就類似這種 好那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哇這個 我就把這裡框起來 對不對 好那它的顏色啦 就從這邊還有粗細 還有這個要不要填滿 好那另外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夠了 像這個都還可以再做微調 好一樣都一樣的 那如果你覺得要再更清楚一點 你可以加上什麼 箭頭 告訴他這裡要做這邊 拿這個 像這個部分在 微軟的工具裡面就比較沒有 有沒有 好那當然箭頭本身的方向啊 粗細的啊那個樣式 你可以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好這個會比較接近這樣子 所以好了之後 你複製起來 或者您要直接存檔都可以 好假設我只有單純先複製 那麼您就可以拿到哪裡 您的Office裡面也好 好像我現在就比較少用微軟的Office 因為那要付費啊 哈哈哈 對不對 那我就用這個啊 免費的啊 好比如說這個 我就直接貼上 是不是就進來了 我們貼進來之後 你所看到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線 這些框都會進來 好所以 這樣子其實使用上應該會比較方便 但打字也是可以 那麼您抓過一個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喔 如果你還要抓其他的 拋棄四信箱有沒有 這裡有個拋棄四信箱 好那 假設我要還要再抓這個畫面 沒關係你就繼續來這邊抓 我一樣用矩形區域就好了齁 好我就把我要的畫面把它抓下來 OK 那老師您覺得Windows的剪貼布好不好用 很少去比較剪貼布 因為沒有軟體叫剪貼布 但是 老師一定會遇到一個情形 假設我現在複製了 請問剛剛你複製的東西還在嗎 因為Windows的剪貼布 永遠只能記得最後一個嘛 所以剛剛的是不是就不在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什麼好處 你抓過的有沒有都在 只要你不關掉 所以我隨時可以回來 再Copy一次再貼上就好了 就比較方便一點 對不對 那當然在這邊老師其實也可以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那個 比如說你可以加一些外框啊 有沒有這樣就加框進來啦 旁邊幫他加一點點這個框 有沒有 你看使用前 Marku在這邊 使用後 有一點點不一樣嘛 他有幾個框不多啦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要抓畫面給 同學看的時候 或者給做教材的時候 您可能帳號密碼 那地方不希望顯示出來 或有些人名啊 不希望顯示出來怎麼辦 可以打一點馬賽克 你把你要的地方框起來 再做馬賽克 有時候我要啊 因為比如說我那個數位學平台 我要公佈那個成績啊 我要抓那個畫面說 我有公佈出來在哪裡啊 那我箭頭指到那邊 那我一抓同學的成績 不就印在上面嗎 對不對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需要這種功能啊 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看到 因為現在錄影不方便切到那邊 就是 我那個平台上我就有用啊 我看一下 應該可以啦 這裡應該可以 這裡 其中作業 成績公佈 有沒有 我要打馬賽克啊 不然同學成績 就通通曝光了嘛 對不對齁 就類似像這樣子啊 所以 其實這個是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用的 所以 它的好處在於說 你今天 抓了好幾個之後 不管抓幾個 反正他都記得嘛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儲存下來 好 如果說你要永久使用器把它儲存下來 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大致上比較常用的 那另外一個老師有時候會用到就是 如果你要整頁都抓的 也可以 怎麼叫整頁都抓 因為其實我們 網頁 有沒有 常常有時候會超過一頁 那超過 或者說你要的內容 就剛好是超過一頁的 對不對 比如說多一點點 那如果像剛剛那種情形 我局部抓 我只能抓螢幕上看到的範圍 超過怎麼辦 想辦法 拼接起來 有沒有 自己裁縫一下 可是這樣很累耶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常用功能 就是在這邊 一樣 網頁先準備好 這個螢幕截取 有沒有一個叫做 捲動視窗 這個 捲動視窗 你把它按一下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 你要抓的是哪一個範圍 有沒有 外面有一個紅色的 好 那我現在是下面這個範圍 我就把它按一下 滑鼠左鍵就好了 他會開始自動捲 好 抓完了 真的有嗎 我們試看看 在檢視這邊 你現在看到這裡 檢視這裡 上面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有沒有發現整頁都抓下來了 對不對 那你可以針對你要的 要的部分 我就來這裡 把它框起來 比如說我要的是這一塊 因為這樣 這樣是比較長 對不對 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把它框起來之後 直接裁切 這樣我們把它放大 這樣有沒有抓到 我要的範圍了 這樣您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有些時候如果說 你要的範圍剛好是超過一頁的 或是全部都要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請他 先把我們抓起來之後 我們再抓我要的範圍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在PickPick部分 我們比較常用的功能 那你把那個網頁先縮小再抓嗎 一定要先 但是老師有提到縮小 所以表示老師 在這邊 其實你會用一個快速鍵 叫做這個 對不對 控制加跟減 我是用右下角那個 右下角這裡 還沒有關係 控制加減 請問老師 如果你這樣抓 字看得到嗎 你有沒有發現 雖然有縮小沒有錯 可是 你抓的內容 哇糟糕 我抓下來是變成這樣喔 跟我們剛剛這邊 這個會比較清楚喔 對不對 如果我在這邊 我直接把它做調小 這個 比如說我變50% 字還是比那邊清楚一點 對吧 那當然我這個地方變小了 老師有沒有發現 圖片縮小之後 有一點點模糊 你只要變小會有點模糊 所以這邊還有濾鏡 老師可以用 叫做什麼 銳利化 對 因為通常我們縮小會做 按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再清楚一點點 你看我們使用前 本來這麼大張 先縮小 有一點點模糊 對不對 有沒有越來越清楚一點 當然你做太多次的話 它那個效果就會比較差 但是至少就是說 可以讓你的字 看起來 會比這邊好一點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方式 那 所以其實老師 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剛剛要抓的範圍 比較大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式抓 OK